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麻烦大家点事 明天呢我要去那个健检中心检查身体 依菲就拜托你们照顾一下 我还有点累 我先上楼休息了 什么意思 你要送到宝门那儿去 怎么又送到宝门那儿去呢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阿姨 没 你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呀 我说麻烦你们照顾一下 你们带一个带两个 不是一样的吗 你的意思是 还是让我来照顾 你还留在我这儿啊 对啊 那我时间都跟人约好了 我改了又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预约上了 什么体检体检的 我们家从来没有去体检过 现在身体也好好的 医院医院 说了就晦气 老土了吧 不是医院 是健检中心 那里边跟心急饭店一样呢 心急饭店那样的 那得花多少钱呢 那是健康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爸 我劝你有空啊也去检查检查 当年妈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意识 才那么早就走了 现在咱们家经济上去了 得有危机意识 人年纪大了 什么保养品啊健康检查啊 这些钱不能省的 危机危机 我们没检查身体 也没出过什么病 那要是检查出来 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不是花了冤枉钱了吗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反正啊我是为了依妃好 冯啊 既然为了依妃好 怎么不健民一块呢 丈夫的健康也很重要 你平常啊喜欢花俏 喜欢百谱 这我都没意见 可是不管干什么事 夫妻两个一块嘛 是吧 爸 您的意思我明白 可健民跟健洪又不同 健洪啊什么都听小夕的 健民啊什么都跟我拗 我又硬扛不过她 行了行了 我不过就给你提个弦 你听进去就行了 没事早点休息吧 那我回房了 又把依妃留给我 想得出来 妈 没有 还有我帮你忙呢 你帮什么忙啊 一明我都不让你照顾 还依妃呢 可能吗 行了 孙子孙女都是宝 你就抽空贷贷吧 大就贷吧 谁让人家送了个经锁呀 做牛做马呗 健洪 等依妃遮碎的时候 你的礼要还得大一点 好 好 一明 爸爸该怎么办呢 当初让妈妈当董事长 是为了让妈妈 让外公外婆安心 没想到 可能给妈妈出来 那么大的麻烦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我都需要 帮忙 我都能把你帮忙 哎呀 我都能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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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红 我知道 你有心事 没有告诉我 我也清楚 你不跟我说 你有理由的 我 剑红 我希望你明白 夫妻之间相处 彼此之间是不能有压力的 如果 你想告诉我 我愿意乐于跟你分享 如果你不想跟我说 我也不怪你 那我有个要求啊 在家里 当着我跟一鸣的面 我不许你愁眉苦脸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希望你快快乐乐的 当着我跟一鸣 你不需要伪装你自己 知道吗 谢谢 我刚刚说过我们是一家人 你又这么客气 还谢谢我 其实 你不用说 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 你有这个能力是吗 今天啊 我们经理给我打电话了 经理 哪个经理啊 就是我们银行的经理啊 那 你放心 他没有催着还钱 只是 我们银行的一个员工 在工作方面出现了纰漏 他找我诉诉苦 老公 我想坐完月子之后 就回去上班 我想尽快把这个 把这个人情还掉 再说吧 人家又没提出来 你等人家提出来 不就显得我们很虚伪 不成心了吗 老公 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就算我去上班了 我一定会做一个 称职的好太太 一个好妈妈的 人家对我们已经 够人之一尽的了 我总不好成天窝在家里面 装容作哑巴 对 还有那五十万块钱 五十万 我说了会还就会还的 你刚才不是说信任我吗 怎么就会用 拿这个当借口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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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太急痛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出去 不想让你在家里 专心带孩子 对不起 没事 那 再说吧 你累了吧 早点休息好不好 我们睡觉吧 好 那 走 老公 什么 闹钟还是昨天那个时间吗 不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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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爷小心点啊 没事 都拉回来了 你说我这个二姐啊 本来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他非得跟人去 二姐 你这里边是不是装了什么金银财宝 亏你想得出来 那我退房了不跟房东打上招呼 跟你开玩笑的 我二姐啊最大方了 就算有金银财宝 也得有我一份啊 赶紧吧你 把行李哥小男屋里啊 洗洗手好吃饭了啊 遵命 来 来 快坐下 这儿一大早啊 你爸去上市场啊 特别啊 对人家买了两条丝瓜 非得煮丝瓜粥给你吃 谢谢爸 谢谢妈 谢什么呀 你看这女人客气过了头 我都觉得有点见外了 可不是 说真的 这一会儿啊 也六年多了 我终于回娘家来了 你爸早说了 娘家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的 还好还年轻啊 等缓过来了 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你别误会啊 我讲的是事业 不是感情 我懂 还老话说得好啊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是啊 可我要麻烦爸妈了 什么麻烦呢 做父母的 还怕你们麻烦呢 二姐 你怎么到现在 还不懂爸妈的心啊 你看啊 大姐大姐夫背井离乡 三姐又被强行接会 婆家去了 四个孩子 找两个 家里冷冷清清了 幸好你没嫁出去 你要是嫁出去 看你说 好像爸爸得你 二姐嫁不出去似的 爸 你怎么老曲解我的意思 我是说 你 别说了 越妙越黑 一只 就是 小楠 雷今天那两天 跟你联系了吗 回美国去了 这 我也是啊 刚接到电话 听说她跟雷雷回美国了 她愿意打电话 就表示她没记仇啊 不但不记仇 还说 不管咱们家谁到美国去 一定要通知她一声 她好尽一尽地主之意 没看错人呢 那 她不回来了 近期好像没有打算回来 她把这边的事业呢 交给一个老朋友 也不知道 能为她做点什么 真是的 大海这么一阁 想还人人人情 都来不及了 真是 只有下辈子做牛做马 给人赎罪了 妈 你跟爸帮我做得够多了 是我造的孽 我自己看 做父母的也有责任 妈 您不早说吃饭了吗 我都饿了 那你还坐这 不赶紧进去摆碗筷 你三姐搬出去啊 你得学习自立自强 不能再查来伸手 放来张口了啊 您错了 二姐回来了 想着没 我才不伺候你呢 妈 我想啊 打个金链子给一鸣 等满月以后再说吧 她婆婆打算 大张旗鼓 白酒宴客呢 那多好啊 这么大的喜事 当然得庆祝一下了 那也得看公司过得了这坎儿 她才能高兴起来 什么 坎儿 怎么建宏遇到什么困难啊 没有 没有 这 吞吞吐吐的 不更让爸妈担心吗 可是嘛 就是资金周转上出了点小问题 开公司嘛 这很正常的事 想问题 想问题 这 二姐以前也帮姐夫 经常是筹钱周转资金的 没有问题啊 是 你们别担心了 建宏工作能力那么强 不会有什么事的 要不去个电话关心一下吧 那建宏都没面子呀 司空见惯的一个小事 您这么一问 像什么大事一样 没这个必要 对对对 没这个必要 没这个 就是我多嘴了 妈 您不是要做饭 吃饭了吗 快去快去 吃饭了 爸 快快去 小伯 建宏怎么了 姐夫不让说 进 建宏 二姐 你今天怎么来啊 坐 我给你倒杯水 坐 建宏 二姐 你这是干吗呀 小北都跟我说了 杯水车薪 这是我一点心意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小北他 他怎么跟你说的 你放心 小北只是跟我说了一些 做生意嘛 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 是 筹钱 解围 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个时候呢 现金最重要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你小北都不知道 收着吧 二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这钱我不能收 怎么 你还记二姐的筹吗 绝对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现在是天宇真正的老板 问题应该我自己解决 要不然就辜负了 当初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捧我当老板的恩情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就因为不能辜负大家 对你的恩情 所以公司不能挡 也许没有我说得那么严重 但是我不得不给你提个想 如果这个坎扛不过去的话 当初那五百五十万 不就打了水漂吗 你拿什么回报大家的 我一直对你感到很抱歉 你事业走得不顺 我得负一大半的责任 就因为你是我的妹夫 所以错过了天宇创始人的机会 等绕了一大圈准备接手的时候 又是因为我的原因 让你平白无故地 多花了五十万的冤枉钱 高姐 这些事都过去了 咱们就别再提了 一直以来 我总是让你和小夕 多为我着想 一味地要求你们多体谅我 现在该是我回报你们的时候了 我知道 拿钱来去抵人情 俗套了一点 可是除了这点钱 我现在还想不出来 可以怎么帮到你们 阿姐 恕我直言 你刚经历了那么多事 将来怎么过你还不知道呢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 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还有本呢 你就别为我担心了 可是 男人有志气是好事 可是你是三个人三张嘴 你得为小夕跟一鸣多少想啊 要是这个钱 可以用到刀刃上 小夕少担心一点的话 你不觉得很值得吗 建虹 这是二姐的一点心意 你要是不收价的话 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收着吧 万一真打起官司来 也许这钱能请个大牌律师 至少能帮小夕脱罪 建虹 谢谢二姐 该信的应该是我 记忆你没有拒绝我 好好加油 为了小夕跟一鸣 无论如何 要冲过这个坎 对了 一飞那粉丝的背心呢 不是在衣柜三个抽屉里边吗 我来找我来找 你找不着 来来来 这是什么 我怎么把它放衣柜里边了 应该放床头柜 拿来我看看 没什么 ophyophyxy 你给银行贷款了 我 是我爸贷的 他想带点钱去查查股 我就跟他策了个担保人 那你干吗瞒着我呢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家又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拿什么跟银行带的款 躲开 怎么回事这是 说话呀 就你看到怎么回事的 你拿咱家的房子 跟银行带了五百万啊 这些钱你那 你要这么多钱干吗呀你 说呀 我有我的道理 你的道理就是瞒着我 我沈建民在你眼里就是个屁 你怎么说话的呀 你上来叫屁头盖脸那么骂我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你的感受 你估计过我的感受吗 这已经不止第一次了 你先是拿爸的名字去注册商标 再拿三百万跟人去炒房 现在可好 把咱家的房子拿去银行带了五百万 这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系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你丈夫 江玉坊 你非要让我像房贼一样防着你 你才高兴啊 你玩谁是贼呢 我这么做为了谁啊 都为了你跟依妃嘛 你甭拿我跟依妃当借口 这么大的责任我担不起 没让你担 别没事找事 还没 这还叫没事啊江玉坊 房子都压出去了 那在你的印象里 在你的概念里 什么才叫有事 天塌下来 咱那一家人全被压死了 才叫有事啊 拍拍拍屋檐嘴 你说什么呀你 行行行 我不跟你扯别的 老人交代 这么多钱 你干嘛去了 说话呀 五百万就可是 就算三百万 你拿去炒房子了 那还要两百万呢 我说嘛 你哪来这么大的本事 攒了两百万的私房钱 两码事啊 你自己看清楚 上面日期是几月几号 炒股票 在炒房之后 三百万是炒房的 那钱呢 炒股票去了 江玉坊 江玉坊 你干嘛呀 你借钱去找我 你疯了吧 你吃了凶性豹子 打了吗你 好好的日子 你放得不过 我吃圈里吃圈里喝了 搞这个破玩意儿 赔了咱还活不活了咱们 这人说谁不贷款了 你们谁都跟你一样 死脑筋啊 一辈子蹲在那个厨房里边 卤猪蹄 你卤啊卤啊 卤一辈子咱们家还这样 你就想一步登天 你不登天怎么了 你不登天怎么了 我专天有错啊我 那也得靠自己的双手赚嘛 我没靠双手吗 我靠完双手靠脑子不行啊 真是的 想说我又没赔过来 我只是赚 沈建棉 你躺在床上打呼噜 在厕所里边上厕所那点时间 我都在贴你赚钱呢 这一费上贵族学校的钱 我都贴他赞急了 那要真赔了呢 这股市值涨不跌啊 这要真赔了咱家这房子就没了 你知不知道啊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只赚没有赔 况且那个苏海峰都跟我说过了 最高的回报率是翻十翻 我五百万投出去 我可以赚五千万回来 五千万什么概念呀 到时候真赚了五千万 我把那五百万还给银行 咱们还落四千五百万呢 要真赚那么多的钱的话 你还能知足了 就你那眼睛长得脑的顶上 永远往天上看 尝到天涛你眼前收手了 语芬啊 你呀就是贪得无厌 爱慕虚荣 永远想过奢侈的生活 你看你 一柜的名牌衣服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死吧 身体检查 给移民的金锁 你摆什么谱啊你 我白谱怎么了 我愿意我愿意白谱 我名牌 你没穿名牌 你没穿名牌啊 那一柜子里边 你的领带 你的西服 你的衬衫 哪件少过一千块 哪够下于两千块钱 你穿的时候 你不是挺高兴笑得挺开心的吗 你现在知道骂我了 自己想过穷人 你自己去过 别指望着我抱着依妃 给你一块活细泥 活细泥 你也得活 嫁鸡催鸡 驾鸡催鸡催狗催狗 你嫁给我沈建民 你就得认命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丈夫 明天把股票卖了 把钱还给银行 没门 等我赚告了再说 就算要还 过一阵吧 还过什么一阵 等什么等啊 等我跟苏海峰商量商量呀 又是苏海峰 余峰 你是被苏海峰灌了 明要了你 什么都听他的 他是你丈夫 我是你丈夫 什么明 你说什么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看你看 你都听到了没有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跟建民说一下 让他心里有个底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吧 这个整个这一家呀 等于说是一锅粥 丢进了一棵老鼠屎 完了现在 你看 建红跟小夕 什么时候吵过 早就跟你说了 这个媳妇 是要管教的 不管教不行的 行不管教好了 儿子就省心了嘛 那玉凤那脾气 一句话不对头 他就跟你冲了 纯燕在的时候 都治不了他 我拿他什么办法 话不能这么说呀 恶人有恶之法呀 我看你跟建民啊 明摆着拿他没办法 早就跟你说了 不能宠他的 他就这么一个人 捧不起他阿斗 哪像我们小夕啊 现在想想还是小夕好 小夕当然好了 建红能够娶到小夕 他上辈子修来的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拿不拿回来 你要我现在拿也行啊 除非我死了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以死相逼了 跟建民杠上了 我的妈呀急死我了 这又是股票赔了钱可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 你到时候别 别把我也拖下水啊 好了你能说完了没有 让我安安静静看会儿书行吗 我告诉你啊 我话已经跟你说了啊 到时候 救人也要惦惦自己的分量 不要哭哭地给你找你 把我也拖下水 都姓神都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能切得开吗 你还跟我这样是不是 这样怎么了 我是你丈夫 你就得听我的 你要还认我这个丈夫 你把股票卖了 把钱拿回来还给银行 你不卖是吧 行 你要不卖的话 咱们就离婚 谁明明给我站着 有种再说一遍 我说你要不把股票卖了 把钱拿回来还给银行 我突然就跟你离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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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任怨的老婆 怎么给钱整成这副特性 雨凤啊 雨凤 你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 跟我过不去 前面 我找雨凤啊 爸 你这给你带我找雨凤干嘛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一时半时还跟你说不清楚 回头给你解释啊 这 你怎么来了 雨凤 干嘛 有事啊 怎么了 建民要跟我离婚 你说什么 离婚 叫那么大声干嘛呀 真倒了八辈子没了 你房屋贷款的合同被他看见了 真是倒霉了 这个乌漏偏逢连音语啊 你能不能一大早不出我眉头了 有什么事快说好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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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烦死我了 告诉你啊 最差也就这样了 晚一点 我上交易所去 把股票卖一下 发财梦到此为止 以后啊 也让人看人家赚钱吧 那这 这 这要是能够脱手就好了 什么意思呀 今天脱不了手晚了两天呗 晚了两天 晚了两天 晚了两天恐怕就血本乌龟了 你知道吗 股票跌了 大跌呀 不是咱们买那只跌 是全世界股票都跌喽 是真的假的 真的 可能呀 这 这都还没开盘呢 哎 你是不是听你那帮胡锋狗友乱说的呀 我跟你说啊 股市里边的谣言 就你们这种人说起来的 你要是不相信 那你就问问苏海峰 他在国内 国外都有投资 他的消息可能会比我们灵通一些 要没这回事 有你好看的 一头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中方中 怎么回事 站线了 我都打了一早上了 一直在展现哪 你不知道 那股票是一片惨绿呀 哎呦 都乱了套了 咱们赶紧去交易大厅好不好 我还要 有 我这睡衣怎么去呀 那我等你 你赶紧换衣服啊 早一分钟 试一分钟 不然就跌停板喽 快快快快 我怎么样 这美国人也真是的 虎搞虾搞 把全世界都拖了下水 不过 我认为国内经济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主要是 投资人没有信心 等故意认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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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投资不只在国内 每周欧洲到处都有 全球金融千里法动全身 对你当然没想 可对我就不同了 要是向着目光赶浅的分析大板 我找完完了 现在我的股票全跌停 你找我卖不出去 别再来暗眼 出去出去 让我进一进 我给您倒杯咖啡去 快来 这里 这里 快快快 江董 江女士 你们好 你们好 你笑 笑什么笑 那股票都跌成这样了 你还笑 是 您说的是 你别试了 我那么多股票呢 你想想怎么帮我抛出去啊 这 这不好意思啊 江女士 这 这我实在恐怕 帮不了这个忙 这 这所有股票全部跌停 除非有人现在接受 这否则 否 否 否什么则也否则 你挣我们多少钱手续费了你啊 你遇上这么大的事 你两手一摊 你什么都干不了你啊 对不起 这 我只管服务 你耍你这套 我告诉你啊 我们的钱 你要是给我们拿不回来 我就搬你家住去 下半辈子您养着我 你什么玩意儿去去去 苏董 你在这儿啊 打了您一天的电话 您怎么都不接手机呢 不接手机不要紧 人在这儿不是谁呢嘛 苏董 您得给我纸条明路啊 我老公都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我说今天不把那五百万拿回去 他又跟我离婚呢 苏董 苏董 干吗 你看 这好比这个大风大浪啊 对不对 你看你给我们指一个方向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我怎么知道啊 苏董 您不能不知道啊 那五百万是我把我家的房子 拿到银行去贷款的呀 我的婚姻 我孩子的未来 都在里边了 当初是您让我投资的呀 您得给我纸条活路啊 就算没办法全上而卷 今天我怎么着 也得带三四百万回去吧 你以为我是谁呀 股市崩盘 有再好的功夫 也没法施展 你懂不懂 这人落进去五百万 就在我面前嚷嚷 我的投资是你的十倍都不止 我找谁要活路去啊 苏董 您您别 别 别着急 别着急 这就好比咱都在一条船上 是吧 这个船要是翻了的话 咱都不好不是 你瞎眼了吗 船都已经翻了 这首多福啊 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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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这个苏海峰 好像有点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呀 他 他就这么走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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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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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冷静 冷静 你让我算一算 你再算 我就要跳楼了 还是算一算 算一算 怎么办 我怎么跟前面交代 难道他真的会跟我离婚吗 不 我不离 又不是我的做 凭什么逼我离婚呢 苏董 刚才这一眨眼的功夫 怎么又亏了几十万 那就是现在清空平仓 恐怕 连四百万都不到了 怎么办 电话 接电话 谁电话 知道是谁你能帮我呀 你看 真是关心你一下 你看你一直跟我招什么几天 你 建民 你股票卖了没有 一招都卖不出去 什么叫卖不出去 那个苏海峰不很有办法吗 你找他去啊 找他给你帮忙啊 这五百万要拿不回来 咱家的房子 就得让银行给拍卖了 你知不知道 不至于 只要咱们每个月 二十百月 跟我还进去就行了 那你需要多少钱 一个月十几万 一年就这一百多万 你想什么你 我怎么娶你 这么一个笨蛋媳妇啊 你能不能不要再骂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昨天晚上都已经打定主意 要听你话了 谁知道会出这种乱子了 十只股票 九只跌停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了 苏海峰赔得更惨 我能有什么办法 跌停 你早干嘛去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别光想着投机 你就是不听了 现在可好 拉着我跟你一块送死 你口口声声说 为我好为我好 你现在这个媳妇 怎么为我好啊 那我也不愿意啊 谁知道会碰上股市大爹呀 那 那就像 装下余生的大汉嘛 你甭不装无辜 你敢背着我干这种事 你就得负全责 你说吧 你准备怎么办 说话呀 我说可以啊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不许跟我提离婚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提条件 我说就是论事嘛 一码归一码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呀 我没办法静下心来 请你想办吧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想让我一个人 替你还这五百万 我脑子有病啊 我现在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就等于答应你 现在不会跟你划清界限 要离呀 我马上划完了再离 你 你什么你 甭跟我打岔 你说 你就没怎么办吧 其实啊 也不是没有办法 咱们家是没钱了 不过你爸哪有 咱们现在住的那个别墅 怎么着也只是几百万吧 你们家不是还有地吗 沈家猪蹄那块招牌 也挺值钱的 你还想打爸的主意啊 你想把他气死呀你 招牌你都敢卖 那咱这辈子 是筹不到这五百万呢 爸的名字叫他 落在别人的手里 这种话也说得出来 我真这么做了 我就等于成了卖腹求荣的人了 这是你自己让我说的 说出来你又对我让人 那条条路都得试一试 想也别想 你要真敢这么做 当心我扒了你的皮 你现在是把我当仇人了 咱们夫妻十几年 我还替你生了一飞呢 你甭我说这个 可现在我没心思 跟你谈什么夫妻感情 你说 这五百万你准备怎么办吧 那你出去找加盟商呀 一家加盟店的费用 不是五十万吗 你要有本事找到十家 不就有五百万了吗 你说得都容易了 一百万五十家 我去哪儿找去呀 什么一百万五十家呀 你找十家就行了 十家是五百万 算数学得真是好 活不是你干 你是打算把我累死 我也看明白 你干活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 袖手盘棺了 你出去找加盟商呀 厨房的活儿 留给我干好了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出去打拼的 我会帮助你的 再苦再累呀 只要有你陪着 我都生得下去 你受苦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自己 你这叫活该 自作自受 那我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这辈子跟进你了 银行的利息我算过了 应该还赚得过来 不过只能付利息 本金是挤不出来了 那你就得赶紧去找加盟商呀 你是我老公 你得帮帮我 我可不得帮你吗 我真被你害死了我 你干嘛那么爱钱呀 我真希望你能笨点傻点 少给我找点麻烦 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了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一飞 为了我们这个家呀 行行行行 打住吧你 为了我为了一飞呢 我告诉你啊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那三百万你给我拿回来 股市崩盘了楼市没垮呀 扣点手续为他扣去 至少拿回两百万救救急嘛 糟了 还有向加盟商界的两百万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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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话呢 嗯嗯嗯嗯 不管你跟苏海盟怎么谈 你把三百万我拿回来 哎哎哎哎 你上哪去啊 我找人家盟去啊 那不等死啊 嗯 林波的号码无回应 转接予兵器箱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